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透过一个这么重要的城市建设跟广场产生公共性同时也一起来跟市民对抗遗忘这件事情 那刚刚其实文化局长有特别提到说因为这个基座以基座为例好了 它不是文化资产所以当时没有被普查到 那我觉得我们基隆市这件事情在对待历史上我们应该要更谨慎 毕竟我们一直在处理大历史场景 然后市长也在城市保管会的讨论中也宣誓说 我们是要整理过去400年的历史 那这件事情就不只是整理具有文资身份的文资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其实基隆有非常多 不管是有形无形甚至不是文资身份 但是可能是有潜力点的一些历史 这些事情会变成我们的资产 那它如何再现而且持续存在 那就是很多基隆的公共建设要注意的事情 因为我们当然很希望可以迎接一个新的广场 有效率方便现代有现代性 那个徐彦信书长很喜欢讲的现代性 然后开放的一个广场 公共性很足够的广场 但我们也更希望它是一个独特属于我们基隆的广场 因为我相信国门广场 它除了其实非常多一座提到的交通跟节点的功能 它其实也同时要具备像是我们在都市规划中常讲的人本环境跟清水 甚至推到公共性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之所以港城丘作为基隆市 我们跟奥斯路或是贝尔跟这些港城丘城市有所不同 就是因为我们城市的独特性 我们这四百年是怎么走来这里的 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公共建设在规划的当下 是不能忘记这件事情 而且是希望甚至要跟市民一起来讨论跟共同理解的 因为唯有了解过去 我们才有办法一起走向未来 那我相信基隆是一个我们其实都非常 每一个基隆都非常骄傲 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的城市 那而且其实我刚刚也提到的大基隆的历史场景 我们现在用很可观的预算一直在进行中 那我们不是只有一个看不到 然后说不太出来的辉煌记忆 其实市长也在定期会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城市博览会的时候提到说 城市博览会要整理四百年的基隆 并呈现未来四十年的基隆 这个宣誓非常重要也非常感人 但是到现在甚至我跟张艺作都一直在问说 我们什么时候会有城市博览会的更清楚的说明 更具体的说明我们都还没有得到 那所以我想知道的事情是说 国门广场如何再现这些劳动的历史 港区是一个这么重要的劳动的历史 那甚至是我们伤痛跟威权 甚至是殖民有关的历史我们怎么整理 那暗黑记忆呢 它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更重要的资产 他们有需要被整理跟再现吗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除了国门广场 它未来会变成基隆的门面 也可能是国家的门面 那除了营造海洋 都市生活风貌或打开清水空间 或是以人为本 创接设施跟景点之外 国门广场所在的地方 是基隆港发展历史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这边有火车站 有港口 是非常重要的连接节点 是一个大量的文化跟历史发生的场所 那它是一个码头工作劳动的地景 同时也是308创伤历史的场景 这件事情我们一直都不敢谈 那它的周遭也将会是我们其实今年度 要呈现城市博览会 它呈现过去400年的一个重要的展区 那整个基隆港最重要 走过从无到有的建港时机 走过殖民统治 走过威权统治的时代 留下很多历史线索 那我们除了这些开放明亮清水 甚至是打卡经典 这些现代性的词汇之外 我们还有没有办法赋予更多基隆独特 而且跟其他城市不一样的精神呢 这是我很想知道国门广场 要怎么样来再现 在设计中怎么样把这些意涵跟纳进去 这个是一个跨局处的配合 所以我非常想知道 那我这边最后一点时间 我想引用其实林市长在不久前 3月8号在海洋广场的基隆228追试会上的谈话 林用昌市长谈到说 基隆是228事件非常重要的历史场所 因为过去许多人的努力和坚持 228在今天的社会已经不是禁忌 而是一件可以诚实诚恳面对的事情 对于过去的独裁专制和威权 我们这一代人有义务也有责任 让我们的子孙了解历史的真相和脉络 更重要的事情是记取教训 永远不要再让威权或伤害人权的事情 让它再次发生 这件事情我是非常认同的 所以接下来这件事情是说 我们非常认同市长的这个高度跟意涵 但我们想知道的事情 未来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具体作为 让我们自己跟下一代可以了解历史的真相和脉络 并且记取教训 那当然我们现在目前清除了威权仪序的这个象征 它是第一步 那但是我其实 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把这样的历史 再在线在一个这么公共的场所 然后欢迎所有的基隆人 甚至是不是基隆人的朋友 在这个广场上 同时享受刚刚都发处长所提到的 这些重要的意涵之外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这么重要的场所 来了解整个基隆400年的脉络 这件事情的整理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很想知道是说 我们未来是希望得到市府的明确的说明 是我们到底城市博览会要怎么样呈现这段历史 而国门广场又如何承接 以上 进一步我们谈到这个国门广场的部分 那刚成威众议员早上也有提到 这一个所谓的历史性或者记忆性的这个事情 那当初因为这个地方是新的车站盖 然后它是行驶马车 所以它需要有一个圆环的这样子一个回路 不过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 这个地方就是变成是一个交通的一个使用 也就是车辆的一个使用 我们希望借由整个国门广场的一个计划 让整个基隆市的内港的第一线 也就是内港的第一排 应该全部打通 变成是一个人形跟人本的环境跟空间 所以刚刚跟各位介绍 从西岸西456未来到西23 然后连接的我们的海关的大楼 现在的海岸的这个空间 一直接进来国门广场 然后接到海洋广场 那现在旭川河口正在进行 这个人工平台的一个衔接 那到游轮广场 会在田辽河口的平台的衔接 这部分旭川河口的工程 已经都在进行 我们预计可以在今年的陈博会之前 我们的旭川河口的人工的平台 可以完工 那旭川 对不起 田辽河口的这个人工平台 跟游轮广场的第一起的部分 也就是人工平台的衔接 衔接到东岸的旅客大楼 第一起的部分 也会在陈博会之前完工 那第二起的部分 也就是大家有看到那一个 整个的一个施工图 愿景图的部分 就是衔接我们的东岸的商场 跟文化中心 还有游轮广场跟东岸的那个游轮旅客大楼的这个大平台 会在这个陈博会完成之后 然后接续动工 那不过他并不会就是工程会因为这个陈博会所延宕 因为他都是钢购的这部分 所以他可以在钢购场里面继续进行施工 然后到时候陈博会完成之后 在进场进行阻力 所以东岸的游轮的广场 预计是可以在明年底之前可以完工 那刚刚提到那一个这个国门广场的部分 那当初有那一个圆环 有那一个所谓的机台 那机台以前上面站的是台湾的殖民统治者 是日本的这个华山之际总督 那后来在华山之际被拆下来 那后来换成一个台湾 还有一个什么好像一个轮船的一个的东西 然后后来是这个蒋中正的这个铜像 那所以在过去好多好多次历任的市长 在进行整个全市的文资的一个调查的时候 基本上那个基础座都没有被认为是 这个列入所谓的文资的这个标的 或者文资的价值 那我们认为它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 这个文化局已经有进行 邀请相关的学者有进行的初步的这个会看 那我们认为在未来国门广场 应该不是一个所谓的纪念性 或者仪式性的这样的空间 而是应该变成是公共性更强 然后把整个广场的空间还给市民 还给老百姓 这样子的一个规划设计的一个方向 但是历史性的这个东西 我们应该要去重视 所以在那个国门广场的一个设计里面 规划设计的团队可能会参考国外很多地方的一种设计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在地标在地点上面做筑记 或者是透过灯光的某种的设计 去标示出这里曾经存在过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过去 所以现在规划设计团队 他们也在进行相关的一个处理 这是有关于国门广场的一个部分 陈文仲议员 好 谢谢主席 也是谢谢市长的报告 那我就用一点点时间来补充 因为也不好意思占大家太多时间 那我很感谢市长刚刚分享了这么多 其实每一场活动 我很多我们港区的整个重新设计跟规划 我都有参加 我相信市长都有看到我 所以在这整个我们港的规划上 我是非常认同市府现在在做的方向的 那为什么我会一直在提 因为我其实相信市府的技术能力 跟我们尤其在空间或硬体上的规划能力 可是我这一次为什么 我会一直在国门广场这一案 提案的议员是讨论进度跟动线评估 可是为什么我一直要讲那个历史意涵 是因为国门广场是基隆的市中心 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是过去的基隆的市中心 过去很多基隆的不同的市政府的一个重要的市中心 也是市民大家非常非常常会去使用的一个公共空间 然后跟交通的节点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我刚刚特别提基座的例子 不是要说基座一定要放在那边不能移走 我一直要重复的去说明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发现后来都被误会 因为我要讲的事情是说基座它重现了一个历史 这么高的一个基座它其实在讲的事情是膜拜 或是过去对不管是殖民统治者 还是威权统治者的这个膜拜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去用这个基座的转化 把它概念给转化 它的纪念意涵可以是我们应该面对历史 不应该在崇尚殖民时代 或不应该在崇尚威权时代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有可能转化吗 设计者有可能做到这个状况吗 我们必须要去做这个更清楚的梳理 那甚至就算它不用在那边 实体在那边 你如何去再现那个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市长一直在提说 我们今年要做的城市博览会不是林又昌的毕业展 而是一个关于整个基座市400年历史的梳理跟再现 指向未来的40年这件事情 那既然是这么高的一个高度的话 我们就不是只期待硬体的更新而已 不是一个现代化明亮的公共性高的更新而已 而是我们要去讲说我们基隆要往哪个方向去 那这件事情就会很重要 像刚刚美玲议员也提到的 我们的产业 或是说我们基隆是如何过来的 这件事情整理好梳理好历史之后 我们才知道未来我们要去哪里 我们要指向什么 我们基隆适合发展什么样的产业 这是一个我相信林市长也很希望说 在这一任结束之后 留给未来基隆年轻人的一件很重要的脉络 那这个东西要怎么整理 我真的很期待说可以看到市政府去来说明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们在上次定期会的时候 在通过城市博览会的预算 也特别有个附带决议是这一次的临时会 必须要来跟我们报告说我们如何做城市博览会的内容 内容而不是硬体 内容 400年的历史跟未来40年要怎么样 这件事情我们很希望知道 那我希望市政府尽快来做完成这个议会所做的附带决议 预算通过时候的附带决议 那因为这件事情就如我刚刚提到的事情 是我们很期待说这个博览会 它不是一时的一个活动而已 它可以透过各种硬体的改善 同时它也去承接我们基隆要发展的方向 那这件事情国门广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 所以真的很希望市长可以在这一次临时会的时间 赶快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这个改善如何跟我们城市博览会价介 然后国门广场如何承接这400年 以上